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就來開箱 之前我在instagram的story 拍了一張新收到的螢幕的相片 問大家想不想看我拍開箱片 大部份人都是非常想看的 所以我今天就來拍片了 那我收到哪一個螢幕呢? 就是ASUS的PG2 400Q啦 螢幕的箱實在太大了 大刀遮住我 我也是第一次用這麼大箱的螢幕 藍丁可不可以幫我手嗎? 我不停了 你慢慢停 送給我的 謝謝 送法寶膠給你 不用了 法寶膠你保持不可以 怎樣抽出來 拆完之後 就有一本說明書 有一隻碟 然後有一堆綫 我們看一看 嘩 神經病 它的座很大 這個螢幕是24寸的 市價大概4000元左右 有三年的保養 我好害怕 一拆開螢幕就GG了 其實它很高 它應該可以教 在這邊 看到嗎? 這裡可以放到一罐可樂 以上 好害怕 差點重心不穩 我研究一下如何教一下螢幕 看到你們嗎? 對 就是這樣直接移動它 這個螢幕的角度也是這樣移動的 首先說一下為什麼這個螢幕要買到4000多元這麼貴 這個算是電競來做的一個螢幕 電競系列 它是180Hz 每一秒就有180格 就是180fps 即是說我們打PUG的時候 是連草叢都在動 即是有人在動 都會看得清楚一點 照道理 然後第二點就是它是1ms 那個delay 1ms就是0.001秒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它實際的情況發生 直至到螢幕看到的事情發生的時間 之間呢 只是加了1ms 接下去就是第三點 第三點有點特別的 這個特點叫做G星 那G星是什麼呢? 由於電腦知識有點不足 所以我就打算請我們Studio的電腦大臣阿臉上我身 去為你們講解的 好了 大家可能會有試過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你打遊戲的時候 這個顯示卡的內容 和螢幕會顯示出來的畫面是不同的 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通常這個問題就會在FPS差距比較大的時候發生 就會出現遊戲的撕裂 就像這裡大家看到的畫面一樣 可能會上部和下半部 是不是同一個frame的 那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有幾個方法 其中一個就是用V星 相信大家都應該有聽過V星這件事 但它有一個缺點 尤其是你玩FPS遊戲 就是會令到你 譬如用滑鼠動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不是同步 但如果用G星的話 就會沒有延遲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現在最好的解決這個 Screen Tearing 即是所謂撕裂畫面的方案 但要用G星呢 就需要一個支援G星的螢幕 以及一張支援G星的顯示卡 暫時顯示卡來說 只是NVIDIA的顯示卡 會支援G星 而AMD是支援V星的 AWAAA 對了 大家聽完啊臉的講解 應該會多明白一點點 到底G星是什麼 那好啦事不宜遲 立刻試試砌螢幕上 我電腦上 然後試試玩給大家看 好啦 現在剛剛砌螢幕上來 我桌子上了 其實砌螢幕完全不困難 插兩條線就得了 一條是火候線 一條是顯示卡的 現在呢 我們馬上試一下 看看有什麼不同好不好 不過其實你們可能也不是看得太清楚 但我個人感受到就可以了 感覺上真的清楚了很多 而且很Smooth 媽媽不小心開咪 說了一句嗯? 接著人們就在手指指手指指 他們不斷說 唯一把手指指? 是不是附近有一個人下了? 好像看不到 雖然是拍馬屁 但的確是因為這個ASUS的螢幕 我才可以這麼清楚看到敵人 嗯? 其實我是甚少玩Solo的 這次應該是第二次 第三次玩Solo 我很緊張 沒有隊友的感覺 我不懂得解釋啊 我現在正在抖 可以說 拍片 我Solo正在 我還想到你跟這個玩 真的嗎? 我都殺了兩件了 正不正好嗎? 正 不過有一點風吹草洞 就會很害怕 因為看得很清楚 我剛剛才發現 其實我應該要錄電腦的畫面給大家看 希望不要死得那麼快 有車 上面又有人 下面又有人 現在 噢! 看到有人了 只是靠螢幕才看到 然後從頭打開 我偵探 啊 它技巧太好 沒辦法 真是離開離開 好啦 今次Hitpoint 41 殺了兩個都算是這樣 真的靠螢幕才能看到這麼遠的敵人在動 真的沒說錯 你們看我遊戲畫面就會知道 其實它真的像一顆豆豉螞蟻小顆 這條開箱片就來到尾聲啦 我也想在這條影片跟大家說一下我其他在用的gears 首先就是我的鍵盤 我的鍵盤就是Logite G810 然後我的滑鼠就是Logite G403 我覺得G403是手型比較合適的女生 因為我拿其他滑鼠 旁邊的兩顆我基本上是不能碰到上面的 但G403我是不能碰到的 然後呢 我的webcam 我的webcam 看不見嗎? 不是很拉過來的 我的webcam也是Logite G920 然後我的咪呢 就是AT2020 忘了沒有PLUS的 但是是USB版 耳機來說我平時輕鬆玩 因為我平時戴著眼鏡 我平時打機 有很多headset都會韌到耳朵會痛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話 或者我是戴眼鏡 我不是戴coin的時候 我也是不會戴headset的 那我就會戴什麼呢? 我會戴Apple的耳機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們想玩得很認真的 那戴個headset 那個聲音的定位都會比較清楚 而我的椅子 電競東西就是Zenos 以上我所說的gears 除了耳機之外 全部都是sponsor來的 多謝這麼多廠商對小妹的支持 願意sponsor給我 多謝 其實真的很感動的 有這麼多廠商願意sponsor我 我都會繼續努力 打好些遊戲給大家看 好啦 多謝各位小笨蛋看到這裡 最後呢 其實呢 有個surprise 其實不是surprise 我標題都打了 就是ASUS願意sponsor我的小笨蛋 一個新的headset 那哪一個headset呢 其實我還未知道 因為我還未收到 那或者我收到之後 可能會補拍一些關於這個耳機的畫面 也有可能呢 會放一張圖片在旁邊就算了 那 那 參加的方法非常簡單 你們只要去facebook like ASUS like我的facebook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為什麼你們會想要這個耳機 那之後呢 我就會選 選完之後呢 我就會在我的facebook公佈這個得獎者 所以你們記住要按我的facebook like 還有按一下牆 或者收通知 那我公佈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的了 那好啦 多謝你們收看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I love you guys 啊還有啊還有啊 還沒訂閱我的話 又想看多點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個訂閱 再按個鐘仔 然後我出新影片 或者我開live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會收到通知的了 還有呢 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like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不行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那都是小文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